到底什麼是卡農? 大部分的人聽到這兩個字腦袋中浮現的都是這個 也就是我們在婚禮上常聽到的背景音樂 這首帕海貝爾創作的低大調卡農 因為太過通俗 太常被演奏 很多音樂家們聽到這首曲子時的反應都是這樣 但其實卡農這種音樂可遠遠不只是這樣 人類歷史上最接近神仙的作曲家巴哈 就寫了無數讓人嘆為觀止的卡農 今天音樂家的無聊人生就要告訴你到底什麼是卡農 也順便帶你一起欣賞巴哈的郭德堡變奏曲中 超級精彩的卡農 所謂的卡農用最簡單最簡單的話來解釋 就是指幾個長得很像的旋律 在不同的時間點加入一起演奏所構成的音樂 比如說婚禮上會聽到的那首帕海貝爾低大調卡農 你會先聽到這個旋律 過一下下之後會再聽到另外一個聲譜 模仿這個旋律 再過一下之後又是下一個聲譜加入 就這樣這三個聲譜其實整首曲子拉的都是一模一樣的音符 只是是在不一樣的時間點開始拉 所以會有一種多層次的美感 而這個第一個出現的聲譜就稱為倒句 而之後模仿他的那個聲譜就叫做答句 有了這個基本概念之後我們就來聽聽看郭德堡變奏曲裡面真正厲害的卡農吧 郭德堡變奏曲顧名思義就是一首變奏曲 也就是先有一段主題之後再有好幾段依據這個主題變化而來的變奏 他的主題是一段優美的泳炭調 之後的變奏就依照這個泳炭調的低音聲部以及和聲作為樣板開展出一個又一個的變奏 而這些變奏有一個很大的特色那就是他們每隔三首就會有一首是卡農 依照這個規律下去巴哈總共寫了30段變奏 是個規模超級龐大的作品 不過別擔心今天我們只會專注聽這幾首卡農的變奏 其他不是卡農的就先略過吧 首先我們來聽第三段變奏也就是第一首卡農 他的旋律是這樣的 他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完整的旋律 他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完整的旋律 不過因為這段變奏是一個卡農 所以在這個倒句之後 我們會聽到一個一模一樣的答句在下一個小節加入 兩個聲部完美的結合在了一起 是不是很神奇呢? 我們接著來聽聽看完整的版本 這兩個旋律各自都是獨立的 這兩個旋律各自都是獨立的 相差一個小節的距離同時演奏時 居然可以天衣無縫的合在一起 這就是巴哈卡農的奧妙之處 但你以為巴哈這樣子就滿意了嗎?錯錯錯 在之後的另外八首卡農都是用完全不一樣的手法寫成的 剛剛我們聽到的第一首卡農 兩個聲部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音符在相同的音高上 因此叫做同度卡農 但是在第六變奏也就是第二首卡農 兩者則是相差二度 是一首二度卡農 它的答句的每一個音都會比倒句高一個音 比如說倒句從so這個音開始 那答句就會從la這個音開始 我們來聽聽看它的倒句 接著聽全部高一個音的答句 接著聽全部高一個音的答句 然後來聽聽看兩者一起演奏之後的樣子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 在之後的每一首卡農都依照這個規則 第九變奏是一個三度卡農 第十二變奏是一個四度卡農 以此類推 而且每一個卡農都有自己的個性與特色 由於篇幅的限制 我無法在這部影片中每一首都介紹 但我們可以來聊聊其中特別有意思的幾個 比如說四度卡農跟五度卡農 他們答句的形狀跟倒句竟然是上下顛倒的 我們就來聽聽看五度卡農 這段變奏是在陰暗的小調上 它的倒句是這樣子的 它的答句則是上下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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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聽聽看完整的版本 在陰暗的小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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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在小調上 所以這段變奏聽起來特別的哀傷 但其實真正更悲創的則是七度卡農 光是看到這個譜就可以發現 這段變奏比起之前 多了很多的升降記號 這代表它有了更豐富的變化半音 更豐富的和聲 更糾結更痛苦的情緒變化 我們直接來聽 在陰暗的中間 放入中間 在陰暗的小調上 和聲音樂 在陰暗的小調上 在陰暗的小調上 因為這段變奏 在陰暗的小調上 在這麼嚴格的卡農限制之下 巴哈還能創造出這麼深刻的情緒 實在讓人讚嘆 其實在一般音樂學人的對位法課程中 都會教學生們如何依照某些標準流程 寫出一首卡農 因此不管是誰 要寫出各式各樣的卡農其實都並不是不可能的 但要寫出像郭德堡變奏曲中這麼美妙的卡農 絕對只有巴哈能夠做得到 這些卡農有的可不只是複雜的對位法技術 他們還蕴藏了最真摯的人類情感 在每個音與音的陰沉之中 都常有無法言喻的故事 講完了音樂本身 我們來聊聊其他的故事 在19世紀ETA霍夫曼的小說裡有這樣子的一個情節 在一個熱鬧的貴族聚會中 幾位貴婦因為一時興起 決定現場演唱一首歌劇永探調給現場來賓 想當然而他們唱得如殺雞一般的難聽 但來賓們卻很捧場的鼓掌叫好 貴婦們爭先恐後的上台演唱 一個普通的聚會最後演變成了一個災難性的卡卡卡演唱會 等到大家終於都唱完之後 貴婦們意猶未盡 繼續觸擁著真正的音樂家克萊斯勒上來彈琴 在賓客們的熱情要求下 克萊斯勒只好無奈的拿出了郭德堡變奏曲的樂譜開始彈奏 結果賓客們聽著聽著開始打起了哈欠 一個個離去 場面讓人不聲唏噓 這樣的情節讓我們知道 巴哈的音樂不論在什麼時代 都對聽眾有著一定的門檻 他不像同時期的其他音樂家 比如說韓德爾 風靡於歐洲的各個階層 因為巴哈的音樂相對的複雜 充滿了多聲部的對位 很難一聽到就能馬上理解 就連郭德堡變奏曲也是 顧爾德1955年錄製的專輯一炮而紅之後 才重新被人們重視 其實巴哈的音樂一直都在那裡 如果我們張開耳朵打開樂譜 仔細聆聽、閱讀每個音符、每個聲部 我們將會發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美麗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音樂家都認為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作曲家 或許不是莫扎特、也不是貝多芬 而是巴哈 感謝你看完了這支影片 音樂家的無聊人生未來會繼續跟你分享如何感受音樂 之後我們會繼續討論巴哈的作品 比如說郭德堡變奏曲其他不是卡農的變奏 以及觀眾朋友要求的平均日曲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分享給你喜歡音樂的朋友 並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次見